现在人在哪里 人在什么环境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跟夏娃是在哪里相遇 在哪里相遇 在伊甸园里面相遇 伊甸园是什么 不是地方 乃是什么 环境 神同在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神同在的环境里面 遇到了 产生爱了 相爱了 最理想是这个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去到伊甸园外面 外面找到 我们姐妹去伊甸园外面找到 这个男人好 然后跟他热恋 热恋了一段日子 哎呀 不行啊 现在他没有信主怎么办 拼命要把他带到伊甸园里面去 快点信主 快点重生 快点蒙恩 快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样子 很多人的样子是这个 对不对 我明白 有时候不容易 但是我今天跟各位说 我今天跟各位说 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何必给自己辛苦的问题 只有一刹那间 等一下 有可能 上帝为你预备的配偶 祂不是跟你在教会里面长大 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是很实际的 我在中国去的时候 教会里面 九个姐妹 只有一个弟兄 有这样的话 很多姐妹不用结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想 那不可以 那一定要怎样为他们祷告 OK 所以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 我们成吉跟慧君了 我每次这样讲 对不对 每次我就讲他们 的确 如果你喜欢的有一个对象 他真的是非信徒 但是他能够动到你的心 他的整个的谈吐 对你的一个细心 表露的那个情感里面 实在能够动到心 爱情是很难讲的 就动心的东西 你不要动 但是动了 OK 怎样啊 尤其是姐妹 要有一点权柄 先把他带到伊甸园 不要跟他在一起先 要先给他追你 追到教会来 听得懂吗 追到教会 他追到教会了 追到教会 OK 当然我说 没有一个人是这么伟大 所以你看曾经以前他来教会的话 他是为了要认识耶稣 还是为了要追会君 当然是为了要追会君 对不对 这个是不用讲的 这个没有一个人 如果他跟我讲 我是为了要认识耶稣 我才不会接受他们认识 对 当然是 一定是为了那个女子 但是因为你喜爱那个女子 你喜爱她喜欢的 你喜爱她一周里面 两次三次去的那个地方 到底那个地方是做什么 信什么 搞什么 对不对 无论怎样要发现 然后等神的时间 神会动的 那个时候 很奇妙的 就是上帝在照你的亚当 照你的夏娃的时候 在预备你的亚当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那个时间 回来他自己也被神感动了 也蒙恩了 因为心里面有这样动起来之后 相差一点点的那个时间 他已经进到伊甸园了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 阿们不阿们 这个是很美了 这个之后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运行的灵就不一样了 运行的灵 这个不用说的 近在不言中 这个关系是有主人的 就是耶稣了 听得懂 这个关系才能够继续在那个地方发展下去 我再讲一次 这样做 不管你年纪到了多少 你按着这个原理做 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人呢 因为一直迟迟没有看见 神预备给他们的配偶 所以稍微已经有一点灰心了 所以他们灰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产生有一种疑惑说 哎呀 神是不会为我预备配偶的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信心 我也不爱主 或者 神可能叫我像保罗一样 单身 单身更好 能够荣耀他 各样的想法这样来了 但是明明知道心里面是不满足的 我现在告诉各位 如果你这样想上帝的话 你是真的把上帝变成很邪恶的人 好像上帝的旨意是叫你挨恶 上帝的旨意是不满足你 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阿们 他这样讲了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单身没有信心的样子 比你不结婚还更不荣耀神 听得懂这句话吗 听得懂吗 就是你没有信心 然后哎呀 没有办法上帝叫我单身 顺服了 能怎样 在心里面永远不能满足的那种状态 其实更不能荣耀神了 你不要讲你有单身 能够成为像保罗这样荣耀 不可能 所以上帝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你 圣经说什么 你有这个需要 你应当义无挂虑 下面怎么说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为什么感谢 因为知道他会听我的祷告 这个需要是他造的 他造我的人性 我人性 我人性的需要 所以主啊 没有预备 我相信 跟你和好的 向你祈求 然后 把你所要的 告诉上帝 圣经是这样讲 那你说 我已经求了 我每次都 我又这样子求啊 但是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 那你真信神的话 跟神和好的来求吗 和好不和好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就是求求求啦 但是他还不知道 你有没有给我 我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真信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 你怎么知道 你是信神的应许 而跟神和好的 这样的心来求 你怎么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是单身的 当你真信神的 跟神和好的向主求的时候 你会发现圣灵的 超自然的工作 临到你的时候 慢慢很奇妙的 你是一般的姐妹 慢慢慢慢很奇妙的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女人味 在你身上散发出来 你是一般的弟兄 但是慢慢慢慢 有一个男人的气质 在你身上慢慢散发出来 然后你是变成 能够好像 有一种能够保护女人的 一种特性 性情慢慢流露出来 姐妹也是 从来没有过的那种 女性的特性也慢慢游起来 满足起来 这个就表示说 你快要遇到你的亚当 快要遇到你的夏娃娜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现在讲的吗 我现在过程很重要 我要讲你怎么求 你是怎样求的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 何感谢 对不对 感谢主 知道你知道我 我知道你是知道我的需要 这样求 然后你会发现 因为你跟神和睦地求 祂在你的内心 你的性情 你原有的那个 加上恩典 所以你有一些进步 你会发现 甚至还没有得到 那个真正的亚当 夏娃的时候 有另外一种味道 在你身上散发出来 我是每一次看 这个东西是这样 要讲慧君和成绩 每次讲他们 那时候 因为 我说以前 我慧君还没有遇到成绩的时候 每个礼拜 我跟他出去 坚固他 有时候我听他讲的话 我说 还没有到 这个亚当现在还不会出来 我有时候 我心里没事讲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讲 讲了说 他会更难过 但是呢 有一天开始 我就感觉 应该是快要出来了 这个 因为从他的内心 那个女人的那种 那种喜乐 满足 以主为乐的 也相信主的那个预备 然后自己已经 31 32 never mind 33 never mind never mind 35 never mind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不怎样了 就是怎样能够 就怎样仰望主吧 主要我几岁结婚 只有几岁 我就知道已经到了 时间表到了 所以有一天 他就说了 这个男人 他是动了我的心 但是我没有考虑他 因为他是非信徒 我说把他带来教诲 给我瞧一瞧 所以曾经坐在这边 你们都听过他的见证吗 那么 这是一个理想的例子 但是呢 你们听到之后呢 你们还是要回到 你们不要看 那他的情况跟不一样 你们回去看圣经 还是两个人 最理想是在伊甸园 当然你说 我们不是在伊甸园相聚 我们在伊甸园外面 然后再进来 也有可能 对不对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了那个真理 你违背的话 你有辛苦的过程 是会有的 你自己确认 这个你自己确认 会有的 所以既然我教导真理 我一定把真理要讲得清楚 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